悬疑站在中山山门处 漠然眺望这座冰封雪埋的终日黑暗的巨大山峰 最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回来的路上白泽帝君和他说了什么 他全忘了 他的记性从来没这么坏过 齐南急匆匆的迎过来 他看上去很是金黄 他老是一惊一乍的连声问他 公主啊 怎么了 他都挺好的 就是脖子上那个细小的伤口有点麻 心里还有点震惊 自他离开中山前往明信殿求雪 得罪了无数神族 他从来不记得任何恨意和厌恶 有时候甚至乐在其中 可扶仓亮出唇云的刹那 他终于震惊了 他竟然有这么恨他 悬疑沿着漫长的台阶 一唧唧地走下去 突然问道 齐南 我是不是有时候 挺可恨的 何止是有时候 简直时时刻刻都可恨 齐南暗自付费 面上干笑着 公主有自知之名是好事 悬疑又道 我问你 是不是希望一个神君 陪着自己 是一种罪过 齐南恨驾的心开始狂跳 斟酌道 这个吧 公主是说扶仓神君 嘿 这个当然不是罪过 两情相悦 怎么会是罪过呢 悬疑明起唇 淡道 没有两情相悦 就是罪过了 齐南只觉得有些不对劲 公主在说什么 扶仓神君喜欢你 谁都能看得出来 你倘若不喜欢他 却又缠着他 这便是罪过了 可他不想要他的喜欢 不要露出温柔的 想要亲近的眼神 不要太过靠近他 他不想一次次 听见阿娘低声压抑的哭泣声 也不想时常见到 那片铺满地上的鲜血 神族一出生就记事 他从出生起 就很少见到阿娘笑 偶尔被父亲逗得开心了 很快又会泪流满面 爱是一种罪孽 现在里面会如同行尸走肉 会丢到性命 他只想要他远远的 安静的就这样陪着他 或许这是罪过吧 秦南见他不说话 心中焦急 忍不住道 难道公主和服藏 起了什么冲突 你只要一次次气他 度好的脾气 也要被你气坏了 玄尔回头瞥他一眼 你做什么都想把我推出去 我独自待着 会远面吗 秦南深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又缓缓叹出来 一位公主 明明看上去非常寂寞 她 寂寞 玄尔露出一个古怪的笑 拂袖而去 一路破开云镜回到子府 满树的石榴花 已开得如火如荼 那鲜艳刺目的颜色 让他分外不适 一抬手 整座瓷府都被冰雪覆盖 让一切陷入彻底的昏暗于苍白 让他安静下来 秦南很快便追进来 见满目冰雪 他心中暗暗惊骇 慢慢走到小公主身边 他正站在一束穷枝旁 垂头不语 秦南 替我告假 悬疑滴滴说道 告假一千年 秦南摇头 除了境界突破 哪有告假千年的 文华殿有名贵 弟子告假 不得超过两年 那就两年 他随手拨拉 石榴树上的白雪 扑素素的掉落 秦南长叹一声 拽住他的袖子 把他捞到殿前的水晶凳上 按着坐下 自己也坐在对面 揉声道 公主 你真的不喜欢浮藏神郡吗 悬疑淡道 我不想提借这个问题 齐南莫然不语 只得静静陪他 坐在冰天雪地里 看着这些苍白的冰雪 在夕阳下 泛出似冷似暖的橘色 凡间带着浊气的风扑在脸上 粘腻的难受 只惜不适的摸了摸鼻子 扭头望向一旁 骑在担缝背上的少依 他命无表情地 看着极远处 被笼罩在清光中 巨大而漆黑的离横海 看上去好像既不兴奋 也不好气 他忍不住开口 少依师弟 看好了没 这极北之渊 由于离横海的坠落 变得浊气极重 似他们这样的年轻神族 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大约由于失去了 神界亲戚的包裹 掉在下界的离横海 拓张得比在神界时快上许多 听南天门那些将领说 这短短几个月 黑雾已扩张了数里 照这个驱使下去 波及凡人 是迟早的事 为此 每日下界的神将 不得不多增了五百名 以亲戚阻挡 这才令扩张 暂时稳住 但这样 也是治标不治本 上界那些帝君大帝们 为此伤透了脑筋 还是没想出什么好法子 只得拖一日试一日 少依眨了眨眼 笑道 我在想 不能放任他这样扩张下去 只吸心中微颤 没想到一贯只会风花雪月的他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正经话 他顾由轻道 可我们也没办法 只有等到五万岁 领了神职 再操心天地秩序了 少依在担放脑袋上扶了扶 令他转了个方向 又笑道 师姐将来 想领什么神职 师姐这样机敏正职 适合去刑部 芷熙心头颤得更厉害 她确实想去刑部 为什么竟是她 一语道破 那你呢 芷熙小声问 少依偏头想了想 一反常态变得有些严肃 我自然 要做战将 下去看着黎恨海 不能叫她影响天地秩序 终有一日 我要让她恢复原状 芷熙只觉得胸口 被震得发痛 她意识卸智 追在丹凤身侧 勤不自禁开口 我 我已想做战将 盯住黎恨海 少依回头 含笑瞥了她一眼 眼波甜美而细虐 师姐这样漂亮的神女 做战将太可惜了 我最怕见美貌神女 喊打喊杀 才行不多好 脸浮华丽 很适合师姐 芷熙恨不得用袖子 捂住脸 她连脖子都在发烫 一定被她看出来了 她羞愧万分 可心底竟然 还有些喜悦 她第二次夸她美貌 和少依待得越久 越发现她严谨理智的另一面 令她欲罢不能 犹如中了迷魂术一般 脑子里每时每刻都是她 这情况甚至让她感到恐惧 这份恐惧 反而叫她不敢泄露心计 仿佛一旦被少依看出来 她也就和那些成天在她身边的 莺莺燕燕 没有什么区别了 她希望自己至少对她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芷西垂下头 期盼凡间的风 可以将脸上的热意吹冷 过了许久 她低声道 这次回去 崔先生 赶紧传授术法吧 下期情况这么坏 多学点术法 总没坏处的 少依却摇了摇头 我这趟回去 该辞学了 什么 芷西错愕地看着她 慈学 是啊 她被那位聪明狡猾的小泥鳅盯上了 但现在时机还远远未到 她不想和小泥鳅纠缠下去 万一真变成扶苍势帝那样的莽夫 可怎么是好 芷西输得倒抽一口气 她看出来了 她早就看出来了 她这样聪明的家伙 又怎会看不出自己的心呢 那天在清理宫说的话 是我的肺腑之言 少依的声音变得温柔而又疏离 师姐 我不是好东西 把我忘掉吧 我的肺腻 我没想到我 是愁